来了客观 今天小新和大家一起来看一部 于2020年上映的西班牙恐怖电影《阴生》 一个名叫埃里克的小男孩 正在房间里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自从搬到新家后 他总是难以入睡 半夜会被一些声音吵醒 而那些声音还会指示他画一些东西 其实埃里克此时也能听到那些声音 但他并没有告诉心理医生 经过谈话 心理医生认为 这是因为他不适应新环境 没有玩伴产生孤独感所导致的 这时 一只苍蝇伴随着嘈杂的低语 从管道中飞出 医生走后 对讲机里又传来嘈杂的声音 埃里克将他拿起放在耳边 而另一边正在返程的心理医生 车里的广播开始变得不受控制 苍蝇和低语的嘈杂声 搞得他心烦意乱 苍蝇突然钻进了他的耳朵 眼球瞬间冲血 原本打算减速的他像不受控制一样 一脚踩下油门 直接冲进路边的树林里 尖锐的树枝贯穿他的头部 一只苍蝇从他的耳朵里飞了出来 而房间里的埃里克 也在此时画出了一根带血的树枝 第二天 父亲丹尼正在翻修新家 却看见有墙壁的一处裂缝里飞满了苍蝇 丹尼正在喷沙虫剂时 对讲机响了起来 原来是埃里克的皮球掉到了游泳池里 将球捞出后 丹尼夸赞着儿子坐的队 并将游泳池的栏杆锁上 埃里克对父亲腰间的沙虫剂发出疑问 原来不止丹尼刚才看到的墙壁里 她也曾在壁炉里看到过 妈妈沙拉呼唤着埃里克回屋 在浴室里洗澡的埃里克 再次听到奇怪的地狱 不停说着 她恨你 埃里克正盯着挂在高处发声的音响出神 妈妈突然退门走了进来 在帮她洗头时 看见埃里克胳膊上被猫抓的痕迹 她严肃地交代埃里克 不要再去和野猫玩 不然会有传染病 但埃里克似乎并没有听进去 她若有所思地询问妈妈 爸爸是不是有些恨自己 沙拉有些生气地问道 你这是听谁说的胡话 埃里克的回答竟然是 爸爸通过对讲机告诉的自己 不可置信的沙拉向丹尼询问了这件事情 得到了丹尼的否认 她认为可能这是儿子还没有适应 等他在学校交到朋友就会好起来的 深夜 丹尼被外面永迟围栏晃动的声音吵醒 可是她清楚地记得 在白天的时候帮儿子捡回来皮球之后 把门锁上了 不过并没有多想 关上门就回去了 此时 房间里的埃里克也被什么声音惊醒 丹尼刚准备上楼 就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儿子的声音 而丹尼不知道的是 她的身后出现一个奇怪的黑影 埃里克屋里的玩具突然启动 她将玩具关闭 可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盯着她 窗帘后是一双若隐若现的大脚 埃里克害怕极了 赶紧跑到床上 用被子把自己盖住并无紧耳朵 有人离自己越来越近 突然 一双手将被子拿开 吓得埃里克大声乱叫 原来是丹尼 沙拉也纹身赶来紧紧地抱住儿子 而丹尼的手在刚才 不小心被桌子旁边的相框划上 新的一天 沙拉送埃里克去上学 没多久就又接了回来 原来是她逃课 躲到一个小房间里 还咬破了校长的手 因此她被学校开除了 气愤的沙拉要求埃里克以后 每天都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而埃里克却说有声音告诉自己 心理医生已经死了 果然 丹尼打电话给心理医生后 得知了她的死讯 但她认为 是埃里克在学校里得到的消息 丹尼耐心地来到房间里 询问埃里克昨晚的事 埃里克说对讲机里 是父亲在和自己对话 尽管丹尼有些疑问 但她依旧耐心地安慰着儿子 一切都会过去的 夜晚 埃里克的房间里 又响起了苍蝇的嗡嗡声 她听着对讲机里的声音 急促地画着什么 当她起身离开时 窗边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莎拉被泳池边栅栏发出的 吱压声吵醒 丹尼下楼查看 她走到门口时 感觉有些不安 房子里似乎还有其他人 她取出一把枪防身 警惕地走了出去 在门口的地上 丹尼发现了埃里克的衣服 她紧张地大声喊着儿子的名字 另一边睡不着的莎拉 也来到了儿子的房间 却没有见到她 丹尼赶忙跑到泳池边 却看见埃里克飘在水面上 她赶紧将孩子抱了出来 但为时已晚 生命已经逝去 听到声音的莎拉也跑下楼 夫妻两人悲痛欲绝地跪在泳池边 而房子的窗户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个黑影 很快葬礼举行 莎拉看着浴室里儿子的玩具痛苦地大哭 而丹尼也不敢相信 昨天还和自己打去的儿子已经以她而去 沉浸在悲伤的莎拉 决定要回母亲家调整几天情绪 收拾东西时 看到了枕头上多了一滴血迹 丹尼不准备离开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了这里 需要抓紧时间翻新 但莎拉不愿再面对这座房子 莎拉走后 丹尼独自看着刚来到这里是所拍摄的家庭影像 并向莎拉发出一条道歉的语音 电视关闭后 桌子上的对讲机里传来声音 丹尼慢慢地靠近 背后的电视又突然亮起 她拿起对讲机试图回应 但声音已经消失 她失望地走上楼 在儿子的房间睡着了 清晨 丹尼被莎拉打来的电话吵醒 她说听不懂丹尼发的语音 因为里面只有诡异的声音和尖叫 挂完电话 丹尼又听了一下语音 果然是像妻子说的一样 但语音后面似乎有些不同 她把音频导入电脑里 竟然听到了 爸爸救救我 她想起来之前在电视里看到 有个人因为自己妻子离奇去世后 专门研究一些超自然声波 然后写成了书 立马来到书店 找到了正在给新书签售的作家 她说出了自己之前所经历的事情 希望作家能帮忙分析一下那段语音 在丹尼强烈的请求下 作家带着女儿露斯前往丹尼的房子 在经过心理医生出事的现场时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丹尼将对讲机和录音的事情讲述给作家 两人来到出事的泳池边 警察认为 埃里克可能是在检求时 被树枝缠住才导致的意外 但丹尼知道 这不可能 儿子从不会单独来这里 丹尼隐隐感觉 那往还有其他事发生 屋内 露斯布置好设备 作家拿着仪器四处探索着 屏幕上 突然出现一个人在床上坐着 露斯以为是丹尼 而作家却告诉他 丹尼在外面坐着 两人意识到了不对劲 作家拿着仪器来到埃里克的房间 耳机里露斯的声音 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他独自在房间里探索着 好像有什么人就在他身边 知道耳机突然传来露斯的声音 提醒他赶紧离开 因为那个看不见的人 就在他面前 耳机里突然传来巨大的噪声 吓得他赶紧摘掉耳机 虽然热成像记录下了一切 但作家并没有见到任何人 作家对这件事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决心一定要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深夜 作家突然被噩梦惊醒 他竟然听到 已经逝去的妻子在呼唤自己 他顺着声音来到厨房 竟然真的看见了妻子 作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但妻子有温度的双手让他迷失 只是还没说几句 妻子就拿起了桌边的刀 一刀一刀地划破他的胳膊 直到露斯将他喊醒 才发现 一直是自己拿着刀在划 清晨 一只可怕的怪手慢慢伸向作家 但是一翻身就又不见了 露斯来到阳台上 光点照烟 就看见对面一棵枯树上挂满了猫的尸体 作家渐渐开始怀疑 那些声音不是埃里克的 而是陷阱 莎拉这边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里面是埃里克在求救 说是父亲要找人杀害自己 他就躲在床下 莎拉立即赶了回去 他在埃里克的房间里四处寻找 正当他一无所获准备离开时 玩具突然响了起来 他转过头 竟然看见了埃里克 正在地上玩游戏机 莎拉不可思议的慢慢靠近 刚伸出手准备摸他的头 埃里克就马上躲到了床下 他趴下身查看 却在对面看见了一双怪异的脚 床上却什么都没有 一只苍蝇飞来 在趴到床下看时 那双脚已经爬上了床 再次急促的趴下时 埃里克突然从床上跳下 吓得他急忙往后退 没想到竟然摸到了那双怪脚 还没来得及叫喊 怪手就捂住了他的嘴 刚给父亲买完药的露丝 从药房出来 遇到一个老妇人 从门缝里喊住他 并劝告他 不能再回去那栋房子了 那些声音在戏弄人们 等回过神时就晚了 作家查到了有关猫的尸体 被挂在树上的资料 这曾是一位女巫 用来警告外来者 侵入领地的手法 而归来的露丝也告诉丹妮 这里三百年前是一座法庭 有数十位无辜的女巫 在这里被审判折磨 话音刚落 妻子掉话的尸体被破窗而入 身上布满了伤口 流着鲜血 一只苍蝇从带血的耳朵里 飞了出来 接连失去两个亲人的丹妮 呆呆地坐在埃里克的房间 床头柜上的对讲机 突然发出声音 她顺着看了过去 透过帘子 她看见妻子正抱着儿子 但掀开之后又什么都没有 等再次转身时 被帘子后面钻出来的鬼影 推倒在床上 正在收拾设备 准备离开的露丝 偶然看见了一个屏幕 突然亮了起来 里面播放着妻子 发生事故的全过程 普通影像里看着像是自杀 但切换到热成像后 竟然发现了一个人影 两人正疑惑不解 楼上突然传来了枪声 丹尼激动地说 自己听到了沙拉的声音 作家耐心地安抚 她的情绪平稳下来之后 给丹尼看了 她所找到的 关于这栋房子的资料 许多受到惩罚的污者 都被囚禁在这里 可能就在他们脚下 丹尼想起了 那面飞满苍蝇的墙 他们将墙砸开走了进去 穿过黑暗的走廊 来到一个满是牢笼的房间 牢笼里所遮的是一具具干尸 一个女士的嘴很奇怪 原来那时的裁决 需要与罪行相衬 如果是亵渎神明或者撒谎 就会对他们的嘴施加折磨 来阻止说话 作家轻轻触摸牢笼 她仿佛看到了那时的场景 看来那个声音就是她 这个女巫的狂怒 都被封锁在这里 他们决定收回这个恐怖的地方 作家先拿着半桶汽油来到这里 看见了一幕幕恐怖的景象 手电筒也变得忽明忽暗 鬼影若隐若现 在洞口等着的露丝不放心 朝里面喊了喊 父亲没有回应 但你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她只好出去寻找 结果看到了站在窗口的妈妈 让露丝去拥抱她 但露丝知道她不是妈妈 坚决地说出不 再一抬头 妈妈逐渐消失不见 闪来的鬼影 吓了露丝一大跳 她惊恐地跪在地上 紧握着小刀 她似乎能感觉到鬼影在身后 离自己越来越近 但不敢回头 另一边 丹尼正在仓库找汽油 儿子的皮球滚了进来 看见一具干尸朝自己咆哮着 但再转眼时 已经是妻子和儿子 丹尼诉说着想念拥抱过去 但她抱着的实际却是一具干尸 露丝眼睛变得通红 来到地下室 她用小刀刺伤作家 作家知道她已被控制 与此同时 仓库的丹尼也正在把汽油 倒在头上准备自杀 好在这时作家眼急手快 用枪引燃了地下室 两人瞬间恢复了理智 苍蝇也从耳朵里飞了出来 噩梦般的一夜终于过去 回到客厅里的露丝 给父亲包扎着伤口 丹尼来到儿子房间 无意间看到她贴在墙上的画 一张张正对应着已经发生的悲剧 对讲机里 再次传来儿子的求救声 一路上回忆不断地闪现 她慢慢想起一切 一只苍蝇飞到耳中 自己失去理智 强行抱着儿子来到泳池 最后耳朵里流出一滴血 苍蝇飞了出来 水中其中一副 儿子掉进游泳池的话 旁边那个人就是自己 她无法接受 把枪顶住自己的喉结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散落在房间地上的一幅画 正是戴妮开枪自尽的场景 医院里 露丝看着关于驱魔的影像 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对视一眼 本片是传统的 阴宅冤魂附体套路 虽然剧情有些拖沓和老套 但全片恐怖气氛营造得很精彩 其中带着耳机 在房子里探索的片段 不禁会让人联想到 温子仁导演的招魂和潜伏 床上床下看鬼影的片段 设计的紧张刺激 值得一提的是 最后的剧情翻转 安排得十分巧妙 让小青想起了 之前接受过的 灵异孤儿院和鬼哭神豪 细节上 埃里克的话和之前所有情节都有关联 以及从开头 永迟里 埃里克的红皮球 到父亲自杀后 永迟里的一滩血水 首尾呼应 从服饰的角度来看 勇尸也像个耳朵的形状 从最后的彩带来看 之后可能会有驱魔的续集 总的来说 小青认为 算是今年的恐怖片佳作了 你们觉得呢 好了 小青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许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那么ا 请不吝点赞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